傑森 我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外界就在說 這個形勢本身也在考驗川普政府的一個政治智慧 因為川普本人也說這是一個微妙的局勢 就是說美國下一步你覺得他會如何應對 他如果坐下來跟他談判 那麼他如何確保不重蹈覆轍 他如果不跟他談判 是否又受到各方面的壓力 你怎麼看 他必須得談 就是在我看來的話 南韓在這個過程中起的作用 使得看在南韓這個盟友的面子上 他都會談 因為畢竟美國在南韓有兩萬八千的駐役 每年有軍演等等 法律上對於南韓 日本有這樣的安全上的承諾 美國它是一個遵照法律的事情 雖然這個事情是在幫別的國家 他也得要遵循這樣的一個承諾 去保證南韓和日本的安全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他會去談 而且整體西方的氛圍也不允許他 就是北朝鮮讓談他不談這樣的事情 但是談的過程我剛才已經談了 就是說我相信川普政府至少在未來這幾年頭腦是清醒的 就是說沒有看到實質的去核化的這種行動 應該這邊是沒有可直接相應的不光是美軍 在韓國的這種駐紮的問題 軍演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的經濟援助問題 我估計美國政府都不會有實質上的程度 就是因為畢竟歷史上這個北朝鮮所做的一切事情 大家對他的這個信譽幾乎已經就是到零了程度 他事實上目前來說的話 他提的很多條件也是非常大膽的 就是幾年前就是90年代他當時跟美國做這個核這個框架協議的時候呢 他只是談到經濟上需要一些幫忙 但是他現在呢直接就談到說我要國家的安全 實際上這個概念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因為他知道經濟上的話呢 南韓他問南韓要 要多少南韓給多少 這一點事實上呢就是他已經看準了 他跟美國談的就是要讓他的政權 邪惡政權不被任何的威脅到 就剛才聽到談到的那個概念 就是說實際上它是整個朝鮮半島 甚至東亞地區的一個危險點 他就是這個市場的一個流氓 那麼警察來駐守這兒防止流氓姿勢 但是他現在給警察談判 談判的條件是讓警察撤出去 事實上呢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任何一個合理有理性的一個人 包括日本都不會答應美國離開這個地區 自由這個北朝鮮在用他的核武器威脅日本威脅南韓 所以說我感覺的話呢就是從日本的角度 從美國的角度應該是比較強硬的 沒有實質的進展 他應該不會有就是對於北朝鮮實質的掌握 那天下博士您怎麼看就是美國如果他真的跟朝鮮去談判 他怎麼確保不要再重蹈覆轍 就是達成什麼樣的協議能夠使朝鮮不反悔 或者說能夠使朝鮮去執行 就他怎麼不重蹈覆轍呢 我覺得美國非常難 這個事情 單從美國這方面來他是保證不了的 因為這個完全取決於朝鮮 這個他這個政權的性質 金正恩他今天怎麼想明天返回了怎麼樣 這個沒有辦法保證 但是川普我覺得他會利用他最大的這種能力 是吧 來給朝鮮 給這個韓國 日本 以及這個包括朝鮮人民在內 他給一種最安全的一種談判 最後協議 這個使得這個金正恩他不能夠 為所欲為的來發展這種核武器 是吧 包括其中包括是要有正式性的不可逆轉的 是吧 可以檢查的 然後那個到一定的時候要達到什麼目標的 是吧 最終你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分階段的目標是什麼 這個我想這些東西川普都應該是很熟悉的 因為這個 而且很多東西已經在過去27年中 美國政府跟朝鮮的談判中已經做過了 是 有些東西從單純的一般正常的國際法的 這個國際上的談判的標準來看 都是合理的 而且都是有效的 就是因為他這個朝鮮是一個流氓政權 他根本就不遵守這個國際的法 而且轉眼就翻臉 所以這個是這個問題 所以您說到這 我們這邊正好有個線上觀眾的反饋 說這個談判完了之後 金正恩會再次反悔 川普會進行斬首行動 所以金正恩完蛋了 比較樂觀的觀眾啊 但是確實有這樣的分析 就是說如果這次朝鮮和美國達成協議 但是又被朝鮮撕毀的話 這個軍事打擊的危險 會大幅升高 那您覺得美國會先發制人還是後發制人 那兩個以前的作戰計劃都是什麼的 都是大規模的 假設 如果朝鮮對韓國發動了進攻 韓國怎麼保衛他 然後怎麼反進攻 後發制人 後發制人 那麼現在這個5015 他的計劃的要點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先發制人 就是我先用這個非常精確的打擊力量 把你的核武器 把你的核設施 把你最主要的東西給你幹掉 這是一個 再有一個斬首行動 就是把你的指揮中心 包括金正恩本人 所以他是非常害怕嘛 所以也幹掉 所以這個5015 現在正在執行過程 正在不斷地完善過程中 我估計金正恩他也了解到這個情況 所以說他非常害怕 這也是他迫於這一點走上這個談判桌的 這個很重要的因素